二層憧憬政府會減 中原李家閣就二手買賣 作出一部買賣備忘錄 Subject to contract 我仔細驗讀了一下了解整件事的內容區埋 整個備忘錄最主要是光顧買家 偷步買樓 是怎樣運作的呢 買賣雙方談好價錢和其他事項 都簽好了嗎 只留下臨時合約的日期 或者成交日期沒有寫 叫到去買賣備忘錄這邊 去就10月25日的施政報告 去預估政府有沒有機會減納或撤納 整份文件有三個空格可以選 分別對應三種稅率 就是買家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 重駕印花稅 文件中沒有寫明減納的幅度 或者需要手寫 然後兩邊買賣雙方加簽都未頂 反正整份臨時合約的身後前置條件 就是對政府會否減納或撤納 如果去到那天有相關的政策出錄 合約就生後 到時代理就有權幫臨時合約寫一寫日期 然後將訂金送去買方的律師樓 開始整個買賣程序 如果那天沒有相關的政策 整份合約就沒有效 同時會被銷毀 訂金就會退回買家 在運動場上 例如跑步、游泳 都有些偷步的情況 這件事是違規的 如果在商業世界偷步 只要它不犯法 它有機會在整個市場搖搖擺 不過地產代理監控局就撒停了這份文件 認為這份文件是非常無可當的 它是很容易引起法律糾紛 以及引起物業市場的混亂 究竟這份文件會引起什麼糾紛呢 就要看法律角度 這份合約有沒有效力 首先它要填好所有洞洞 然後都是簽好的文件 而在臨時合約裡面 是因為沒有成交日期的 所以都不算是一份完整而有效的合約 就法律角度來說 這份合約是沒有效的 但是偏偏這份買賣備忘錄 就會授權地產代理 可以有權增加這個臨時合約的日期 而這個權利是買賣雙方授權 給地產代理這樣做的 所以這份合約又叫有效 如果這個物業買賣真的有一些爭吐 就很容易打官司 如果給我 我會不會幫買賣雙方簽這件事呢 如果加上最後那兩句說話 我會簽的 是文件都有提及買賣雙方 要各自向自己的律師查詢 所有法律責任太同過代理無關 只要我可以脫身 那我不介意幫忙 不過我很好奇的是 這個買賣備忘錄實質有多大用處 或者買賣雙方是不是真的 焦慮到要去偷補買樓呢 就算政府真的減了或切了 難道相關的政策真是一個零丹妙藥 令整個香港樓市起死回生 我就有一個疑慮在這裡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也可以偷補留言 如果喜歡記得點贊地分享 我是Louis 我們下期見 拜拜